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親愛的葉天倫導演 歡迎你 大家好 謝老師 所有的前輩 還有我們劇組的同仁 非常特殊 我今天又回到這邊 為什麼說回到這邊 因為直接到城 其實有很多的主景就在提花街上 這裡是155號 我們在291號 296號 329號都有 做了這樣子很多的拍攝 那很希望 能夠把《紫色大號城》 這個原本的 50萬字的小說 這次把它濃縮成了 一個20集的電視劇 呈現給大家 但是我必須說 其實我們沒有拍完全部 因為內容非常非常的豐富 講述的是 從1920年代 我們一直講到1945年 甚至到了47年 國民政府來台之後 這個時候的台灣 就在現在我們在的這個提花街 大稻城這個地方 就是充滿了 像我們現在在做的這些事 畫家、音樂家 然後劇作家 以及商 茶商、米商 通通通都在這裡 聚齊、匯合的一個故事 我大肆的時候 我覺得 未來就是這樣啊 當兵啊 然後就工作 什麼什麼 可是他們對未來的那種彷徨跟茫然 是巨大到 我有點嚇到的 那對於未來的茫然跟彷徨 怎麼辦呢 我們當然也會 我今年40歲了 我已經拍了這些作品 然後被網友罵 我也是彷徨啊 沒有啦 就是大家這樣討論 我也是彷徨 比方說這個你就可能會做一個什麼 大稻城馬卡龍 我想他如果沒有這樣做的話 那店就這樣收縮 對 十年前一個浪淘殺 讓我以為台灣電視要改變了 是真的 我以為台灣的電視真的要變了 可是後來好像並沒有 但是 十年以後我又等到紫色大稻城 非常感動 他們還是堅持在做 對該做的事情 那昨天殺青酒 聽了說 他有生之年要做到30部 跟台灣有關的 我記憶跟他一起啊 對 跟台灣有關的這個著作 還有13部嘛 對 柯佳彥說13部 希望都有他 我不貪心 12部就好 那你是血淚啊 去拍攝 從幾度 38度到零下幾度的那個 這個 就好像人生的過程濃縮 真的 我們真的很用心去呈現 那希望你們可以感動 也可以接受得到我們的訊息 但我的印象很深刻是 前三排的座位 我的屁股坐不下去 不是因為我變胖或變腫喔 我真的想說 那時候的人真的是比較瘦嗎 好像是真的 因為我們現在發育都比較好 然後再加上我後來又變胖 我坐下去其實 其實我這兩邊都有點雨雪 但有時候硬要坐在那邊演 對 不過 其實我剛開始就是接觸 就是後來又來演這 我還滿謙虛的 我說其實這過程很重要 就是 因為能夠拍到一個好戲 而且對我來講 我覺得她是代表作 我很自信的這麼講 她是我的代表作 所以得不得獎還是很重要 當然是一定要得獎的啊 對不對